孝顺父母不论是对在家众或出家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孝顺父母对于在家人出家人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孝父母不但不具备世间的人格 也生不起出世间的大圣菩提心 在修菩提心时都会提到众生都当过自己的父母 以此让修行人生起感恩之心 因为我们幼儿伯母就是天地幼儿伯母就是 人家说尊修菩萨的缓励就是要幸福 今天我们就是说 优好开始让我们的心会安心 优好让我们的心会快乐 优好让我们心觉得就是尊专伯母 竟专伯母 甘民伯母 这就是让我们修道的坚固 修高的道心和佛心 今天我们靠土人好修 靠土人好修 今天就是说 在我们以前的时尊 我们以前都吃苦鬼 我们都试团 很辛苦在修园 要为了我们修园 我们这些惊愿 我们试园 以前都是要做的事都试固 所以我们都续续续续感恩试团 修学佛法行菩萨道 对于父母的效养 也不应该离菩萨的慈悲 不但要温言软语 奉养孙从父母 让父母得到一生的安乐 更要寻寻善诱 引导父母也来亲近佛法 受持三规 进而也发 菩提心 时方新闻关闻曲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